好 剛剛看到那位小姐說 怎麼整個11月 每個禮拜讓我上一天班 搞到後來薪水都不夠用了 趕快請教安格斯 早安 早安 千里 今天工作運最旺的是什麼星座 不管工作運怎麼樣 今天運感最齡的一定是牡羊 對 好 那我們先回到這個 工作運今天最旺的是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 今天工作旺在哪裡 旺在客戶能扮演你的貴人 所以好好友善的待他們 或是主動出籍的問候 拜訪 或是你要行銷你的案子都不錯 那今天重點是在於 它是成交定案的好日 所以你出籍的話 你就會見到回收 簽個合約 或是直接帶錢就回公司了 太好了 出門就直接帶錢回公司了 是 那麼今天財運最旺是什麼星座 講到帶錢回公司 對 講到財運最旺的星座 其實在2016年 它的財運真的也一直都持續很旺 那今天財運最旺的是巨蟹座 那巨蟹座今天主要是在 投資的契機有出現 但是出現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抓得住 但是所以今天巨蟹座的朋友 要掌握你的敏感度 所以下手務必要快狠準 好 今天的愛情星座最旺的呢 好 那講到今天愛情星 這個運最旺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趕快今天主動出籍 這樣你的聖誕節跨年 搞不好就有人陪著你過了 今天愛情星座最旺的是雙魚座 雙魚座是一個約會告白的 一個良心的一個好運 所以能大步賣錢的情況之下 你一定要主動的出籍 那你的愛情就能持續的升溫 好 那我們再講到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的 這三個星座 這三個星座 其實今天分別的幸運色 正好就是白黃紅三色 那白黃紅三色在我們出門 穿搭打扮其實很好找 那我用了一個例子 白黃紅三色我們該怎麼搭呢 其實你看 天氣有點冷的時候 還真是白黃紅 一個白色的衣服 上面有小的小花花 然後再披一個紅色的披肩 那對於要出門的女生們 男生們來說 你可以做一些出門穿著的 小穿搭 所以你今天的這一身 就是已經包含了 剛剛講的三個星座 真的好 你就全部都穿這樣就好了 如果這樣遇到穿一樣的人 不要說你早上看中天新聞 人家看穿著就可以發現了 OK 好 謝謝安格斯 待會8點回來 還要回答一些粉絲的問題 我們休息一會兒馬上回來 好啦 這整個月 我們都在告訴大家 各個星座明年度的運勢 我們之前講過的工作 講過的財運 這個禮拜要來講感情運了 安格斯早 首先就來看到 火象星座2016的感情運勢囉 我們終於進入到一個 還滿輕鬆的話題 這個桃花人人都想要 但是有的人要穩定的愛情 有的人可能是要 依閃及視的一些刺激對不對 都沒有的話就不輕鬆了 都沒有就不輕鬆 首先我們今天要來講到 火象星座 火象星座是三個性格鮮明的星座 牡羊 獅子跟射手 你看這個性格都非常的強烈 你想身邊 如果你有家人或朋友 你可以一想就想出他們的性格 首先講到這個火象星座的大家長 就是1號 12星座之中的1號 牡羊座 牡羊座不如我們想像中的超 雖然常常我喜歡用一攤死水 來開玩笑 走出了一攤死水了嗎 我們牡羊座要注意三個關鍵詞 第一個 應酬桃花 所以牡羊座因為很忙碌 所以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因為交際面 應酬面 你會有很多的桃花 所以牡羊一定要花時間 多去跑一跑這些場合 讓你可以從中找到你的愛情 愛有時間去跑湯就是 那就是 所以我們講第二個關鍵詞 就特別要注意就是規劃空檔 因為牡羊根本常常 就不給自己空的時間 比如說休息的時間下班 就跑去看電影首映會之類的 那你怎麼約會對不對 要找個人一起看 像我們就舉例來說 牡羊一定要給自己一些 空檔的時間好好去約會 第三個點更重要的 霧色高標 牡羊是一個自我要求很高的星座 但對對象的要求也很高 你說靈驅霧爛 對 是啊 是沒錯 所以牡羊記住這三關鍵詞 其實2016還是可以有一些掌握的 接下來我們講到這個 牡羊之後就是獅子座 獅子座在12星座之中 是唯一能跟牡羊比誰比較強勢 這兩個星座都非常... 有王者之風 那獅子座我們來講 三個關鍵詞就是 一 穩定 沉悶 什麼意思啊 獅子座的感情非常的穩定 可是也相當的沉悶 所以你可能會突然覺得 身邊的感情有點無聊 那這是獅子座 2016要注意的問題 因為獅子座 絕對沒有去就會覺得很煩 那這要注意的 那第二個詞要注意 爛桃花很旺 可是爛桃花 糟糕了 爛桃花旺的情況之下 剛剛我們有講到 他容易感到沉悶無聊 那真的要太注意了 那你突然間 所以要注意第三個關鍵詞 就是抗拒寂寞 免得你自己讓爛桃花 沾上女生 你又接受它 萬一你的另外一半是獅子座 現在聽到不是嚇死了 對 要盯好獅子座的人 獅子座也要注意這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講到射手座 您本人了 我本人 那射手座講的第一個詞 非常的奇怪 叫做日食入宮 什麼意思 日食入感情宮的意思 射手座會有感情上的晉級 突然間射手座這麼一個愛玩 就常常非常獎量獎花心的射手座 突然間在2016年 進入了穩定的狀態 所以很適合成家立業 你現在是在宣告了嗎 沒有 當然也是 為射手座辯解一下你知道 射手座難得也是會有安定的時候 第三個主要是在射手座伴侶 可以注意男朋友 女朋友 或是老公 老婆 都是你身邊 身邊就有貴人 這樣的意思 那我們接下來再告訴大家 兩位朋友問的問題 在我們早安領好的粉絲團上 你可以隨時提問 提問的問題 我們都會挑出兩個 好 今天來先回答第一個 雙子座問到妳的考驗 考驗之外又問到說 我如果去考試 準備考試 考出國的讀書 我的愛情會不會就散離 雙子座要注意 如果你今年2016年 是確實有散離的現場 所以你只要隔成遠距離 你的愛情會有問題 糟糕了 你只能選擇出國讀書 或是保住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 二選一 這雙子座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講到水瓶座 有人問到水瓶座 那今年是不是 可能也沒有什麼桃花 其實水瓶座 我們在禮拜三會告訴你 但是水瓶座 我們先偷偷提醒一下 水瓶座桃花運非常的旺 對 好桃花 爛桃花 快點 一句話 不過我跟你講都有 所以只有發揮你的敏感度 反正都有 一群桃花你自己挑一隻對不對 OK 好 謝謝安格斯 謝謝 謝謝 謝謝